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讲解 两个学生下出的这个顺炮局的这个实战 那么呢 这一盘棋是指定开局 那么双方必须下到我设给他们的这个题目 然后再从这个片段继续下这一盘棋 那么我们来边走边讲 那么红方 然后呢 然后呢 红方是走了G2进4 那么黑方G9进4 那么这一盘棋探讨的呢 就是跳这个边马的棋 那么黑方接走马进3 红方炮8进7 G1进2 G9进8 炮2进4 那么这一盘棋呢 就是为学员设置的这个指定的这个开局 那么在这一盘棋之前呢 我是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为学员讲解了 如果红方是G5的话 这盘棋呢 黑方有什么应对 这个是花了一个小时讲解的 那么在本局中呢 红方也有冰9进1 也有这一个冰7进1 另外两路的选择 而这两路的选择呢 在下这盘棋之前呢 是没有这个时间为他们做讲解 但是也告诉他们可以先尝试 好 那么直接回到这个学员的这盘棋啊 那么在这一盘棋下 黑方呢是选择了这一个 同方是选择了冰9进1 那么黑方是选择进G 来吃这个冰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变化 那么实则呢 我在下一堂课为他们会讲解呢 这一手棋呢 黑方是走这个POWER屏5的棋啊 但是学员也下出了比较有趣的这个变化啊 走这个G做这个冰 那么以下呢 红方和黑方都下的非常的精准啊 那么都是软件的这个招法 换G 那么黑方吃 马吃 G4平3吃 那么红方马八进6 逼迫交换 经过G3进1 G8进3 黑方马7退5以后 走成这个片段呢 红方在布局上已经扩大这个先手了 可以说红方有便宜了 因为红方的马呢 从边路跳到这个 非常好的这个骑河线 黑方有窩心马的必兵 那么这一手棋 红方还存在有马六进8的这个棋 所以说走到这个旁边 黑方这个布局已经不成功了 那么在此时呢 红方呢 呃 非常可惜的是走了G8平6的棋 当时我问学生为什么这么下 他说呢 怕红方马六进8 黑方G3平4 可以守住这个底线啊 那么所以他是先走了这个G8平6 那么其实这个棋啊 红方走马六进8 黑方走G3平4以后 红方可以G8平7 然后过河吃兵压马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棋呢 黑方的阵型是非常难开展的 这样红方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呃这个棋还是很好的 那实战中 红方走G8平6以后呢 就让黑方有个足三进脱身的机会 那么红方无奈 呃 那么经过思考以后 走出了马六进7 马五进3 呃 坐这个马马三进2 炮打中江 补4 再补向 红方这一些手段也是非常连贯啊 走的非常好 呃 走到这里红方还是有便宜啊 那么红方是选择了这一路的变化 那么黑方呢 这个棋 因为这棋呢 呃 呃 红方基本上就是为了针对这个棋 要做这个铁门栓的这个公式了 那么黑方呢 赶紧走足三进一 希望可以呃 回到这个 呃 把这个G车回去 救驾啊 那么走到这里呢 呃 红方呢 呃 这里其实应该呃 可以考虑呃 走这一个 呃 回G的棋 或者回泡一步的棋 那么红方呢 是选择了走冰山进一的棋 呃 走冰山进一的棋 的话呢 这个棋呃 呃 就变成 黑方有一个很好的 逐三平四的好手啊 逐三平四的好手 这样呢 呃 黑方的这个G 就可以成功的撤回去 守住这个棋 那么这个棋 红方没有G6 退二的棋 否则马尔退三 比你G6进二以后 再回去捉炮 这个棋呢 红方反而有丢G的危险 所以这个竹三平时是一个好棋啊 那么红方不走这个冰山进一 可以考虑走这个回G的棋啊 那么再调整呃 过去对面的一个下方啊 那么这个棋红方冰山进一 黑方是走了马尔进四啊 其实黑方应该走竹三平四 也漏了这个竹三平四的好手 走到马尔进四啊 这样的话 红方成功的走到G6退二啊 走到G6退二以后呢 这里黑方走G三平二 这样子来回G做这个炮啊 双方棋力还是都不错的啊 这个棋呢 黑方走G三平二也是贯彻着回G 打击这个炮的手段啊 走到这里呢 呃 红方呢 就在思考怎么去进攻这个棋了啊 这个棋呢 这一步棋是非常有学问的 也是不容易想到啊 因为这棋红方呃明显想要把这个马 钻出去啊 直接进入这个做这个杀棋啊 那么这个棋如果红方贸然马三进二的话 啊 黑方马是金六有吹杀有吃马的棋啊 啊 那么这个棋红方显然不行啊 那么实战中红方是走了马三进四啊 啊 先保这个兵啊 先保这个炮这样弹跳出来 其实这一步棋是有问题的啊 因为这一步棋一走以后呢 黑方这里有个G二退一啊 捉中兵的这个好棋啊 那么你这个棋呢 黑方如果顺势可以吃到中兵 那么就可以救驾到这个路线了 那你如果并无敬意的话 黑方的G也通畅无阻 来得及救这个棋啊 那么这个棋呢 应该走什么最好呢 其实红方这里有个很精巧的四四进五的棋啊 那么走了四四进五 因为现在有帅偶平四呃等手段 那么这个棋黑方没有理由自己走马四进六 将红方呃 帅偶平四可以先走 将来还有G六呃平四等等呃 攻击手段啊 这个棋呢 红方明显更更好啊 那么所以这个棋红方可以四四进五 先未雨绸缪做这个准备工作 这个棋呢 呃 红方就很不错了啊 那么这个棋呃 当然也不宜走这个炮五退二 否则黑方回居 刚好就做到这个防守的工作了啊 那么实战 红方是选择了马三进四啊 呃 可惜这个呃 黑方是没有察觉到G二退役的这一手棋啊 黑方是直接走马四 四进六啊 反击这个棋啊 走马四进六以后呢 呃 这个棋呢 呃 红方时间比较吃紧 呃 其实这个棋呢 呃 当然要不是 但是这个棋红方是 按贯呃 惯力走了四四进五 其实这个棋走了四四进五 这棋就麻烦了 变成黑方反而又反弹 呃 这个棋应该走四六进五 那么黑方马将以后 出帅有先手做事 那么逼迫江五平六以后 可以在马四进三组织立体的攻势 这样红方应该是胜券在握 那么这里呢 红方是捕错了四四进五 让黑方将狙以后呢 呃 这里呢 黑方其实可以回狙 吊住这个炮 马炮 呃 这样红方走不了G六平四的棋 否则G二屏五可以白吃中炮 这样的话呢 黑方呃 将来还有马骑退八 捉双的棋 那么这个棋红方不容易办啊 黑方也彻底的瓦解红方的这个攻势 那么这里黑方也走江五平六 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啊 也可以 呃 那么走到这里红方应该 及时的走炮平四 保护住自己 呃 那么呃 将来黑方可能回G做这个炮 呃 那么这个棋呢 红方在看怎么样去救这个棋啊 呃 可能走G六平四 或者炮四平一都是 呃 都是一种选择啊 炮四平一是 呃 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不过这棋就很乱了 那么这样的话 黑方方应该走这个炮平四 就对了啊 那么这个棋红方 呃 是误走了G六平四啊 这里双方进入时间恐慌 那么黑方炮平六以后 这是吊住了这个G嘛 啊 这样红方是不好办了啊 那么呃 实际红方四五近四 那么黑方回G 先捉这个炮啊 啊这个棋一样 应该先走马骑退八 吊住这个马和四 那么逼迫 红方四六进五 等等这个棋啊 啊 那么这棋黑方去捉炮 红方又犯下多一步错误 走了G四进一倒炮啊 啊 这里应该还是要炮平一打啊 啊 这样的话可以争得多一些 来救这个棋啊 啊 那么这样的话 红方进G四进一以后 这个棋就崩溃了 啊 黑方马骑退八 这样的红方是必然要掉指了 那G四平三 黑方吃马 那么红方将军 将六进一啊 那么这个棋黑 红方是一死 一下这个炮五追一 炮五退一 那么黑方马六进五 进中王 马五进三 然后马三退四 啊 这里又有抽炮 得两个子 啊 那么这一盘棋 红方就爽快的认负了啊 啊 今天两这一盘棋 两个学生下了一盘棋啊 希望给大家有所启发啊 这是后手顺炮的一盘棋啊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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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